大家好 这里是天空宣伽 如果是公国 给大家视频 走浪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首先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这个是典型的木刑手 木人分强弱 这个男主金星秋不弱 所以说是一个强木人 强木人有木人的多思善谋 但是决断力也不弱 掌面也是剑棱角 掌秋奇茧 是偏筋骨质 筋骨质人做事坚韧 有毅力不服输 好生心比较强 利于事业和职场 只是从长色来看 有一些灰暗 气血不通 气韵难通 人生度阻碍还是有 这是长色一般 我们来看手指的形态 食指见缝隙 早难于前 残韵会相对来讲 来的比较晚一些 不过我们看食指 还是比较长于无名指 跟无名指等长 说明跟兄弟姊妹缘分 还是比较深厚 只是说手指缝隙比较大 这个财运会来的比较晚一些 甚至前袋子也看不紧 容易露财 就是手缝大的一种特点 同时小指还是过三观 晚年和子女缘分非常的深厚 晚年能享子孙福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小指过三观 晚年不愁吃喝穿 我们来看这个掌丘和纹路 掌丘来看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掌丘 手指根部的掌丘起茧 容易上运 注意掌丘的保养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金星丘比较饱满 这个说明体质加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还是有的 那么有这种筋骨之人的体质 那么在这个第二火星丘 比较饱满的人 那般的道德感 正义感比较强 宁可是自己多付出一些 也不会为了一些迎头小利 去走歪门邪道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 正派的一个人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只是说这个月秋偏弱 整体来讲 个性稍显刚毅 所以说刚有余而柔不足 容易在人情社会犯小人 这是需要多注意的 包括从脑线的偏执 转折比较明显 没有缺少弧度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那么手指根部的掌丘 刚才讲到了 这个有一些伤的 这个奇茧 有一些伤运 注意这个掌丘的保养 小指根部的水星丘 也不是很饱满 言语方面的 外财方面一般的 沟通能力一般的 口才有一些需要增强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小指根部水星丘 见钱财术文 在金钱和这个事业方面 包括这个职场方面的 商业方面的嗅觉还是比较灵敏的 是利于事业的一种特点 那么食指根部的沐青秋呢 也不是很饱满 正财倒是一般 正财倒是一般 同时呢 还是见一些这个杂文的干扰啊 所以说这个正财本质工作 容易见一些起伏和动荡啊 从这个事业线的一些横文和断续 也可以看得出这点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纹路 纹路刚才讲到了 这个纹路的转折 还是比较明显啊 特别是脑线的弯曲转折啊 缺少弧度啊 偏持啊 个性稍显 刚直 但是思维比较理性啊 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啊 但是在这个情商方面 还是需要改善的啊 因为在这个毕竟是人情社会的 需要多注意这个人情方面的一些啊 包括人脉方面的 要多花些心思去沟通啊 包括本人的也是沟通能力口才都一般啊 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实干家 做实事的一个人啊 这是整体这个纹路给人的印象啊 分别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从流年看一下 我们注意到这个生命前初期呢 还是见一些啊 倒闻和一些横闻的干扰啊 早年运势一般 祖阴难想啊 出生家庭环境一般 学业受限啊 特别是在青年 青年时 青少年时期 建两条横闻干扰 这个横闻干扰 有一些伤的学运啊 人生起点的不高啊 再加上本身呢 在这个 有这个希望闻啊 希望闻呢 说明天资还是不错啊 脑子非常聪明啊 但是呢 学业还是受到家庭条件的限制 这个是早年的运势 另外呢 脑线跟生命线分离处建倒闻啊 脑线呢 是人文代表自己 生命线是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分离处呢 也是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闯荡的阶段呢 建倒闻的话 很容易在这个阶段 遇到一些坎坷和磨难啊 会吃一些苦头 但同时也是人生经验的积累啊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脑线呢 这个分离后不久呢 也建一个大的这种导闻和断序啊 和断序 基本上出现这种折断啊 这个其实中期的折断呢 跟这个生命线中期的这个错开 是有关系的啊 有关系的 包括感情线也建错开啊 这三条主线都断 就容易在中年遇到一些危机啊 并且呢 有可能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啊 这个伤及到婚姻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期啊 感情线中期遇到折断 或者是倒闻的话 容易伤及到婚姻的稳定性啊 甚至有可能是 这个出现这种啊 婚姻的破裂啊 这个是容易犯情伤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调整的啊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年呢 这个事业线也出现这种断开啊 这个中年有一个 有一个坎要过 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这个 这个40岁左右啊 40到42岁左右 基本上在这个年纪 注意到这个看啊 那么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啊 基本上从这个流年看啊 25到啊 38岁左右 基本上这个阶段呢 能见一些运势的起伏 运势的这个起势啊 这个是这个阶段 在生命线来看的话 是比较深 比较长的 比较少杂文干扰的一段啊 这个阶段是人生的一个强运期啊 能够把握住的话 包括这个阶段的事业线也不错啊 形态也不错 所以能够把握这个阶段的一个啊 这个大运的机会啊 能够在事业和财运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这是一个中期啊 那么我们再看后面啊 基本上生命线断开之后啊 立马就出现这种上升线啊 上升线啊 所以说这个是 所谓大难之后必有大福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运势的提升啊 基本上经过这次这个感情的危机啊 包括事业方面的危机之后呢 后面呢 会度过危机啊 重新的生命线恢复活力 运势也会重新的变好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生命线啊 这个脑线啊 包括感谢也重新的愈合 重新的进入到正轨啊 人生呢 会慢慢的渐入家境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后期的生命线形态来看的话 基本上在这个有一条这个旅行文啊 这个旅行文呢 是代表比较适合在外闯荡发展 在外安家利业 离开老家发展啊 是这样一个特点 因为本身呢 他也是一种偏筋骨质啊 这个做事呢 坚韧有毅力 执行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个性稍显刚毅啊 比较适合在外闯荡发展 这个是 这么一条这个旅行文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 从流年看 基本上啊 到了这个 68啊 68岁左右 有一条上升线 这个阶段呢 能见一些喜事发生啊 比如说家族喜天丁啊 天子天孙呢 或者是这个 乔迁之喜啊 等等这种事情 喜事发生 这个是上升线 走向太阳丘 这个走向太阳丘的 生命线走向太阳丘的支线呢 是代表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非常高 这个也说明刚才讲到的 家族有一些喜事发生 这是晚年的一个运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晚年 这个生命线 还是绕手腕的 晚年可想高寿啊 就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晚年的 这个生命线呢 变得干净粗壮啊 有点这个老当益壮的感觉 并且呢 刚才讲到的 这个小指过三关呢 到老是不愁吃喝穿啊 晚年能享子孙福啊 这是整体的一个 手向的特点 那么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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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